原住民族教育预算明年将增加4亿多元 依据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九条规定 中央政府应宽列预算专款办理原住民族教育 其中比率合计不得少于教育部预算总额的1.9% 由于教育部106年度预算相较105年度增加0.5% 整体核算下来 106年教育部原住民族教育预算将会比今年增加4.38亿元 其中1.9亿元教育部将规划运用在原住民族实验教育 教育部明年的经费大概有增加179亿 所以他相对来讲 他的原住民族教育的部分他将会增加了4亿多 4亿多的部分是编列在教育部 因为明年度并没有增加原住民族教育的经费 教育部表示4.38亿元将分别针对三大项目来支应 其中2亿元将补助大专校院原资中心 原住民学生生涯发展 重点学校特色课程 国际研洗活动选拔等项目 另外4000万元推动足语教育 包括高中职足语课程 足语师资培育 各族足以课程发展 最后1.9亿元要来发展原住民族实验教育 在这个原住民实验教育 实验教育专邦 因为我们既然有了这个小学的实验教育 那我一直要求教育部就是你未来要衔接的国高中在哪里 所以以目前来讲的话 有南澳高中还有这个兰裔 然后还有这个台东的兰裕 这三个是完全中学 所以他在今年编了一亿九千多万 一百零六年度原住民族教育经费增加 能否确实改善原住民族教育现况 立委高进宿媒认为端看这四十七亿 两千八百万元 是否全数投入在原住民族教育 高进宿媒针对教育部一百零六年度原住民族教育预算编列 仍有一些细部款项并非属于原住民族教育范围 会继续监督相关预算执行 让原住民族教育经费真正落实在每个关键细节 改善原住民族教育环境 记者乌玛徐佳荣台北市新北市采访报导